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街舞四江湖召集令大神集结 王一博黑白配民国锋 上演巅峰对决 这一季街舞四来了很多殿堂级的街舞大神 很多知道他们名字的小伙伴 看到名字的那一刻 心里的狂喜随之就呐喊了出来 首先是来自瑞士的Popping C 街舞天花板级的大神 是很多人的偶像 知道他的人看到名字自然心跳加速 其次是Don Diablo 被国内粉丝亲切称为大波罗 在街舞圈 他被其他舞者称为噩梦级选手 2018年JUSTEDEBOUT世界总决赛亚军 2019年进阶这个比赛世界总决赛冠军 在全世界的街舞圈影响力巨大 据说这一季街舞请了104个国外顶级高手 如此高燃的氛围下 更激发了王一博的斗志 让他在街舞的开场里就看点十足 让人一秒进入热血沸腾的状态 欲强则强势王一博可贵之处 在王一博的整体造型中 国风气质的搭配还是占很大的一部分的 毕竟蓝望鸡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那种飘飘欲仙 不识人间烟火的腔调 有莫上公子如玉的即视感 为我们打造了清新儒雅的形象 这次在街舞里 他尝试了民国风的整体造型 演绎了上海滩老大的霸气气场 和武侠世界里的龙争虎斗 黑白配的整体造型 简约干练 李茂和布鞋为我们演绎了大侠的风范 在王一博这套黑白配的造型当中 引人注意的还是 他的这一款手工盘扣的民国风外套 棉麻材质的透气吸汗 纯白的色调 都让他低调有光芒感 力领两侧开插的设计细节 让流畅的线条感展现出更多的格调 在这套造型中 李茂和布鞋的加持 让他民国风的腔调更浓 也更有隐世大侠的气概 也让我们想起上海滩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时代 想起周润发 想起叶问李梁朝伟的经典场面 王一博的这套造型并不复杂 表达的是这套造型背后的时代情怀 更表达在黑白配的世界里 极简大气的细微所在 把街舞融入到中国的情境当中 让中国故事和街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摘下帽子的他 还原了一个少年质朴的一面 也为我们演绎了所谓江湖不过是人的内心 一种秩序的表达 轻者自轻的至高境界 王一博在这一季街舞中表现得更为高然 无论是潮流酷感的潮人范儿 还是像这种低调内敛的国风情怀 都一样能表达出他的个性追求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 Як구요 wid come 优优将omic